《自私記》第一章 約書雅死後 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說 我們中間誰當首先上去攻擊迦南人 與他們爭戰 耶和華說 猶大當先上去 我已將那地交在他手中 猶大對他哥哥西勉說 請你和我到黏沟所得之地去 好與迦南人爭戰 以後我也和你到你黏沟所得之地去 於是西勉與他同去 猶大就上去 耶和華將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們手中 他們在比息擊殺了一萬人 又在那裡遇見阿多尼比息 與他爭戰 殺敗迦南人和比利洗人 阿多尼比息逃跑 他們追趕 拿著他 砍斷他手腳的大拇指 阿多尼比息說 從前有七十個王 手腳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斷 在我桌子底下 拆取零碎食物 現在 神按著我所行的報應我了 於是 他們將阿多尼比息帶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在那裡 猶大人攻打耶路撒冷 將成功取 用刀殺了城內的人 並且放火燒成 後來 猶大人下去與住山地 南地和高原的嘉南人爭戰 猶大人去攻擊住希伯倫的嘉南人 殺了慈西 阿希曼 塔邁 希伯倫從前名叫基烈阿巴 他們從那裡去攻擊底壁的居民 底壁從前名叫基烈西佛 加勒說 誰能攻打基烈西佛 將成拙取 我就把我女兒押殺給他為妻 加勒兄弟基立斯的兒子 我拖裂 拙取了那城 加勒就把女兒押殺給他為妻 押殺過門的時候 串丈夫向他父親求一塊錢 押殺一下勞 加勒問他 說 你要什麼 他說 求你賜福給我 你既將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給我水泉 加勒就把上泉下泉 賜給他 摩西的內卿 滑作樂府 自基烈人 他的子孫與猶大人一同離了中樹城 和阿拉德以南的猶大曠野去 就住在民中 猶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 跡殺了駐死法的嘉南人 將城進行毀滅 那城的名便叫荷爾瑪 猶大又取了加勒和加勒的四景 阿什基倫和阿什基倫的四景 以格倫和以格倫的四景 耶和華與猶大同在 猶大就講出山地的居民 此時不能講出平原的居民 因為他們有鐵車 以色列人叫摩西所說的 將司法輪吸了加勒 加勒就從那裡講出阿納族的三個族長 遍雅敏人沒有講出 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 與遍雅敏人同住 直到今日 約實家也想去攻打伯特利 耶和華與他們同在 約實家打怪人去規探伯特利 那城起尖名叫路師 規探的人看見一個人從城裡出來 就對他說 求你將進城的路指示我們 我們必恩待你 那人將進城的路指示他們 他們就用刀擊殺了城中的居民 但將那人和他全家放去 那人往黑人之地去 捉了一座城 起名叫路師 那城到如今還叫這名 馬來西沒有講出 白線和屬白線鄉村的居民 他納和屬他納鄉村的居民 多爾和屬多爾鄉村的居民 以百年和屬以百年鄉村的居民 米吉多和屬米吉多鄉村的居民 加藍人卻執意住在那些地方 及別色列強盛了 就使加藍人作苦工 沒有把他們全然講出 以百年沒有講出 住基積的加藍人 於是加藍人仍住在基積 在以法蓮中間 西布倫沒有講出基倫的居民和那哈拉的居民 於是加藍人仍住在西布倫中間 剩了復苦的人 阿徹沒有講出阿歐和西頓的居民 阿克拉和阿格式的居民 於是加藍人因為沒有講出那地的加藍人 就住在他們中間 那哈拉沒有講出百事物和百阿納的居民 於是那哈拉就住在那地的加藍人中間 而百事物和百阿納的居民 剩了復苦的人 阿摩利人強迫誕人住在山地 不容他們下到平原 阿摩利人卻執意住在希列山和阿雅倫 並沙濱 然而約復加盛了他們 使他們盛了復苦的人 阿摩利人的境界 自從阿克拉分波 從西拉而上 阿士記第二章 耶和阿的使者 從吉格 上到波金 對以色的人說 我使你們從埃及上來 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 起誓應許之地 我又說 我永不廢棄與你們所納的藥 你們也不可與這地的居民納藥 要擦毀他們的祭壇 你們竟會有聽從我的話 為何這樣行呢 因此 我又說 我必不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 他們必作你們勒下的經濟 他們的神必作你們的網羅 耶和阿的使者 向以色列眾人說者話的時候 百姓就放聲而哭 於是 給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就是哭的意思 眾人在那裡 向耶和華獻祭 從前 約書阿打發以色列百姓去的時候 他們覺歸自己的地業 佔據地土 約書阿在世和約書阿死後 那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華 耶和華的博人 亂的兒子 約書阿 正一百一十歲就死了 以色列人將他葬在他地業的境內 就是在以法連山地的平拿希裂 在加實山的北邊 那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 後來 有別的世代興起 不知道耶和華 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去侍奉諸巴力 離開了 離開了他們 出埃及地的耶和華 他們列祖的神 去叩拜別神 就是四位列國的神 也耶和華發牢 並離開耶和華 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路 耶和華的怒氣 向以色列人發作 就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 又將他們賦予四位仇敵的手中 甚至他們在仇敵面前再不能暫立得住 他們無論往何處去 耶和華都以災禍攻擊他們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話 又如耶和華向他們所起的誓 他們便極其困苦 耶和華興起時師 時師就拯救他們出來搶奪他們人的手 他們卻不聽從時師 竟隨從叩拜別神 行了邪任 速速的偏離他們列祖所行的道 不如他們列祖順從耶和華的命令 耶和華為他們興起時師 就與那時師同在 時師在世的一切日子 所以耶和華請救他們脫離仇敵的手 他們因受欺壓妖害 就哀聲嘆氣 所以耶和華後悔了 及至事師死後 他們便轉去行惡 被他們列祖近甚 去侍奉叩拜別神 總不斷絕患緊的惡行 於是耶和華的怒氣 向以色列人發作 他說 因這問 違背我吩咐他們列祖所守的藥 不聽從我的話 所以 約書呀死的時候 所剩下的角逐 我必不再從他們面前講出 為要藥 適咐他們肯照他們列祖 謹守遵行我的道不肯 這樣耶和華留下各族 不將他們速速講出 也會有膠負約書呀的手 自師記第三章 耶和華留下這幾族 為要試驗哪不曾知道與加南爭戰之時的以色列人 好叫以色列的後代 又知道又學習 未曾曉得的戰時 所留下的 就是菲利士的五個首領 和一切加南人 西頓人 並住尼巴嫩山的欺美人 從巴歷克門山直到哈馬口 留下這幾族 為要試驗以色列人 知道他們肯聽從耶和華 極摩西 吩咐他們列祖的戒命不肯 以色列人 僅住在加南人 黑人 阿摩利人 比利洗人 希美人 耶布斯人中間 取他們的女兒為妻 將自己的女兒 嫁給他們的兒子 並侍奉他們的神 以色列人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忘記耶和華他們的神 去侍奉朱巴歷和阿舍拉 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 就把他們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百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 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們 就是加勒兄弟 基納斯的兒子 俄陀烈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 他就作了以色列的事詩 出去爭戰 耶和華將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 他便勝了古山利撒田 於是國中太平四十年 基納斯的兒子 俄陀烈死了 以色列人有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耶和華就使摩額王伊基倫強盛 攻擊以色列人 伊基倫招聚阿門人和阿瑪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 佔據中樹城 於是以色列人服侍摩額王伊基倫十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侯 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辯雅敏人基拉的兒子以筆 他是左手便利的 以色列人托他送禮物給摩額王伊基倫 以筆打了一把兩人的鹽 長一爪 戴在右腿上衣服裏面 他將禮物獻給摩額王伊基倫 原來伊基倫極其肥胖 以筆獻完禮物 便將抬禮物的人打發走了 自己卻從靠近吉甲鑿石之地回來 說 王呀 我有一件機密事就告你 王說 回避吧 於是左右士納的人都退去了 以筆來到王面前 王獨自一人坐在梁樓上 以筆說 我奉神的命報告你一件事 王就從座位上站起來 以筆便身左手 從右腿上拔出劍來 刺入王的土腹 連劍把刀刺進去了 劍被肥肉夾住 他沒有從王的土腹拔出來 且穿通了後身 以筆便出到遊郎 將樓門盡刀關鎖 他必是在樓上大解 他們等犯了 見刑不開樓門 就乃若時開了 不了 他們的主人已死 倒在地上 他們擔完的時候 以筆便逃跑了 經過鑿石之地 逃到西拉 但是 到了 就在以法蓮山地 吹角 以筆列人隨著他 下了山地 他在前頭引路 對他們說 你們隨我來 因為耶和華已經把你們的仇敵 魔鴨人交在你們手中 於是 他們跟著他 下去 把手 若淡河的道口 不容魔鴨一人過去 那時 擊殺了魔鴨人 若有一萬 都是強壯的勇士 沒有一人逃脫 這樣 魔鴨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國中太平八十年 以筆之後 有阿娜的兒子 山家 他用港牛的棍子 打死六百菲利士人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回忌第四章 以筆死後 以色列人 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耶和華就把他們賦予在下鎖 作王的加南王耶賓手中 他的將軍是西西拉 住在外邦人的下羅設 耶賓王有鐵車九百兩 他大大欺壓以色列人二十年 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華 有一位女先知 名叫底波拉 是拉比多的妻 當時 作以色列的時事 他住在以法蓮山地拉馬和伯特利中間 在底波拉的中樹下 以色列人都想他那裡去停判斷 他打法人 從拉比多利的基帝 將阿比羅恩的兒子 巴拉照了來 對他說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吩咐你說 你率領一萬拉比多利和西布倫人 上他薄山去 我必使耶賓的將軍西西拉 率領他的車輛和全軍 往基順河 到你那裡去 我必將他交在你手中 巴拉說 你若同我去 我就去 你若不同我去 我就不去 抵波拉說 我必與你同去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著榮耀 因為耶和華要將西西拉交在一個婦人手裡 於是 抵波拉起來 與巴拉一同往基帝斯去了 巴拉就招聚西布倫人和拿比他利人到基帝斯 跟他上去的有一萬人 抵波拉也同他上去 摩西樂府 劃作內卿 河巴的後裔 基尼人欺白 陳離開基尼族 到靠近基帝斯 薩拿欽的帳樹旁 支搭帳盤 有人告訴西西拉 說 阿比羅恩的兒子巴拉已經上西伯山了 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鐵車九百兩 和跟隨他的全軍 從外邦人的下來切出來 到了基順河 抵波拉對巴拉說 你起來 今日就是耶和華將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 耶和華豈不在你前頭行摩 於是巴拉下了他薄山 跟隨他有一萬人 耶和華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車輛全軍毀亂 在巴拉面前被刀殺敗 西西拉下車 暴行逃跑 巴拉追港車輛 軍隊直到外邦人的下邏輯 西西西拉的全軍 都倒在都下 沒有留下一人 只有西西拉暴行逃跑 到了基尼人欺伯之妻 瓦憶的帳盤 因為下鎖王爺斌 與基尼人欺伯家和好 瓦憶出來迎接西西拉對他說 請我主進來 不要懼怕 西西拉就進了他的帳盤 瓦憶用皮 將他借蓋 西西拉對瓦憶說 我學了 求你吸我一點水殼 瓦憶就打開皮袋 吸他奶子殼 認救 把他借蓋 西西拉又對瓦憶說 請你站在帳盤門口 若有人來問你說 有人在這裏沒有 你就說沒有 西西拉疲乏沉睡 欺伯的妻瓦憶 取掉帳盤的瓦子 手裡拿著錘子 輕笑笑的到他旁邊 將瓦子從他殯邊釘進去 釘入地裡 西西拉就死了 巴拉追趕西西拉的時候 瓦憶出來迎接他說 來吧 我將你所尋走的人吸你看 他就進入帳盤 看見西西拉已經死了 倒在地上 缺子還在他份中 這樣 臣使加南王耶賓 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從此 以色列人的手 越發有力 勝了加南王耶賓 直到將他滅絕了 那時底波拉和阿比羅恩的兒子 巴拉作歌 說 因為以色列中有軍長率領 百姓也甘心犧牲自己 你們應當眾讚耶和華 君王呀 要聽 王子呀 要則以而聽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我要歌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耶和華呀 你從西爾出來 由以東地行走 那時地震天流 雲也落雨 山見耶和華的臉就震動 西乃山見耶和華以色列神的臉 也自如此 在阿拿之子山家的時候 又在啞憶的日子 大到無人行走 都是妖道而行 以色列中的官長停職 直到我 底波拉興起 等我興起 作以色列的舞 以色列人選擇神神 爭戰的事 就臨到城門 那時以色列四萬人中 豈能見藤牌 槍矛呢 我心傾向以色列的首領 他們在民眾 甘心犧牲自己 你們應當重贊耶和華 騎白奴的 坐秀花 貪子的 行路的 你們都當全羊 在遠離 弓箭響聲 打水之處 人必述說耶和華 公義的作為 就是他自你以色列 公義的作為 那時耶和華的民 下到城門 抵波拉興起 興起 興起 你當興起 興起 唱歌 阿比羅恩的兒子 巴拉啊 你當奮興 努力你的敵人 那時 有餘勝的貴咒和百姓一同下來 耶和華降臨 為我攻擊勇士 有根本在亞馬力人的地 從已發連下來的 帝雅敏在民眾 跟隨你 有掌權的 從馬吉下來 有慈障 點點民術的 從西布倫下來 以撒家的首領 與底波拉同來 以撒家怎樣 巴拉也怎樣 眾人都跟隨巴拉 衝下平原 在樓邊的溪水旁 有心中定大字的 你為何坐在羊圈內 聽群中吹笛的聲音呢 在樓邊的溪水旁 有心中設大謀的 激烈人安居在若旦河外 但人為何等在船上 亞設人在海口靜坐 在港口安居 西布倫人是拼命敢死的 拿不他利人在田野的高處 也是如此 君王都來爭戰 那時 嘉南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 他立爭戰 卻未得 魯略銀錢 聲秀從天上爭戰 從其軌道 攻擊西西拉 基順古河 把敵人沖沒 我的令呀 應當努力前行 那時 藏馬辭驅 踢跳 奔騰 耶和華的使者說 應當就座米羅斯 大帝就座其中的居民 因爲他們不來幫助耶和華 不來幫助耶和華攻擊勇士 願基尼人 欺白的妻 亞益 給眾婦人 多得福氣 給住帳範的婦人 更蒙福子 西西拉 求水 亞益給他奶子 用寶貴的盆子 給他奶油 雅益 左手拿著帳範的婦子 右手拿著帳人的錘子 的打西西拉 打傷他的頭 打他的笨角 打破 穿通 西西拉 在他腳前 曲身 腐倒 在他腳前 曲身 腐餓 在那裡曲身 就在那裡死亡 西西拉 的母親 從窗戶裡 往外觀看 從窗戶中 呼叫說 他的戰車 為何擔言不來呢 他的車輪 為何行得慢呢 聰明的工女 安慰他 如問作 回答他 他也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莫非得財而分 每人得了一兩個女子 西西西拉 得了彩衣 為老物 得壽花 的彩衣 為略物 這彩衣 兩面壽花 乃是披在秘魯之人頂項上的 耶和話 願你的仇敵 都這樣滅亡 願愛你的人 如日頭出現 光輝烈烈 這樣 國中太庭 四十年 伊斯斯記 第六章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話眼中看為惡的事 耶和話就把他們交在米甸人手裡七年 米甸人壓制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因為米甸人 就在山中滑月 滑動 建造營寨 以色列人每逢殺種之後 米甸人 亞馬力人和東方人 都上來攻打他們 對著他們安盈 毀壞土產 直到加薩 沒有給以色列人留下食物 牛羊路 也沒有留下 因為那些人 帶著生畜 漲旁來 漲旁那樣多 人和諾駝無數 都進入國內 毀壞全地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緣故 極其窮佛 就呼求耶和話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緣故 呼求耶和話 耶和話就差遣先知 到以色列人那裡 對他們說 耶和話以色列的神 如此說 我曾領你們從埃及上來 出了遺奴之家 救你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並脫離一切欺壓你們之人的手 把他們從你們面前講出 將他們的地賜給你們 又對你們說 我是耶和話你們的神 你們住在亞摩利人的地 不可敬畏他們的神 你們竟不聽從我的話 耶和話的使者 到了俄弗拉 坐在亞比爾謝族人 約亞斯的像樹下 約亞斯的兒子基電 正在酒詐那裡打墨子 為要防備米甸人 耶和話的使者 向基電顯現 對他說 大能的勇士喔 耶和話與你同在 基電說 主啊 耶和話若與我們同在 我們何至遭遇這一切字呢 我們的列祖 不是向我們說 耶和話領我們從埃及上來嗎 他那樣奇妙的作為在那裡呢 現在 他卻丟棄我們 將我們交在米甸人手裏 耶和話觀看基電說 你靠著你這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裏 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猜遣你去的嗎 基電說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馬拿西之派中 是自貧窮的 我在我父家 是自微小的 耶和話對我們說 基電說 基電說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馬拿西之派中 是自貧窮的 我在我父家 是自微小的 基電說 我與你同在 你就必擊打米甸人 如擊打一人一樣 基電說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給我一個證據 使我知道與我說話的就是主 求你不要離開這裏 等我歸回 將禮物帶來供在你面前 主說 我必等你回來 基電去預備了一隻山羊糕 用一衣發細麵 作了無教餅 將肉放在康內 把湯盛在湖中 帶到像樹下 現在使者面前 神的使者 吩咐基電說 將肉和無教餅 放在這盆石上 把湯倒出來 他就這樣行了 耶和華的使者 伸出手內的像 像頭哀了肉和無教餅 就有火從盆石中出來 燒盡了肉和無教餅 耶和華的使者也就不見了 基電見他是耶和華的使者 就說 愛在 主耶和華 我不好了 因爲 我的面看見耶和華的使者 耶和華對他說 你放心 不要懼怕 你必不自死 於是基電在那裡 為耶和華捉了一座壇 起名叫耶和華沙龍 就是耶和華賜平安的儀式 這壇在亞比爾借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當那夜 耶和華吩咐基電說 你取你父親的牛來 就是 是 或作 和 那七歲的第二隻牛 並擦毀你父親為巴力所足的壇 撼下壇旁的木偶 在這盆石原文作保障 上 整整齊齊齊的 為耶和華你的神 足一助壇 將第二隻牛獻為凡濟 用你所撼下的木偶作柴 基電就從他卜人中 挑了十個人 照著耶和華吩咐他的行了 他因怕附加和本成的人 不敢在白咒行這事 就在夜間行了 城裡的人清早起來 見巴力的閒賊位 壇旁的木偶撼下 第二隻牛獻在身足的閒上 就彼此說 這是誰作的呢 他們訪查之後 就說 這是約阿斯的兒子 基電作的 城裡的人對約阿斯說 將你兒子交出來 好自死他 因爲他擦毀了巴力的痰 撼下壇旁的木偶 約阿斯回答 站著攻擊他的眾人 說 你們是為巴力爭論咯 你們要救他咯 誰為他爭論 趁早將誰致死 巴力若果是神 有人撒毀他的痰 讓他為自己爭論罷 所以 當日人稱基電為耶路巴力 二次說 他擦毀巴力的痰 讓巴力與他爭論 那時 米電人 亞馬力人和東方人都聚集過河 在耶斯列平原安盈 耶和華的靈降在基電身上 他就吹覺 亞比爾夜族都聚集跟隨他 他打發人走遍馬來西地 馬來西人也聚集跟隨他 又打發人去見阿鐵人 西布倫人 拿不他利人 他們也都出來與他們回合 基電對神說 你若果照著所說的話 借我手 拯救以色列人 我就把一團羊毛 放在和牆上 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 別的地方都是江的 我就知道 你必照著所說的話 借我手 拯救以色列人 此日早晨 基電起來 見果然是這樣 將羊毛擠一擠 從羊毛中領出滿盤的露水來 基電又對神說 求你不要向我發露 我再說這一次 讓我將羊毛再試一次 但願羊毛是江的 別的地方都有露水 基斯記第七章 耶路巴歷就是基點 他和一切跟隨的人 早晨起來 在哈律傳堂安盈 米電營 在他們北邊的平原 靠近摩尼江 耶路巴歷對基電說 跟隨你的人過多 我不能將米電人交在他們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 說 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 現在 你要向這些人宣告說 犯貴怕膽怯的 可以離開基列山回去 於是 有二萬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萬 耶路巴歷對基電說 人還字過多 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 我好在那裡為你示示他們 我指點誰說 這人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 我指點誰說 這人不可同你去 他就不可同你去 基電就帶他們下到水旁 耶路巴歷對基電說 犯用舌頭舔水 像狗舔的 要使他單暫在一處 犯貴下渴水的 也要使他單暫在一處 犯貴下渴水的 也要使他單暫在一處 於是 用手捧著舔水的 有三百人 其餘的 都跪下渴水 耶路巴歷對基電說 我要用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 將偽電人交在你手中 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 這三百人 就帶著食物和各 其餘的以色列人 基電都打發他們各歸各的帳範 只留下這三百人 米甸營在他下邊的平原裏 當那夜耶路巴歷吩咐基電說 起來 下到米甸營裏去 因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中 倘若你怕下去 就帶你的伯仁普拉下到那營裏去 你必聽見他們所說的 然後 你就有膽量下去恭迎 於是 基電帶著伯仁普拉下到營裏 米甸人 亞馬略人 和一切東方人 都佈散在平原 如同黃蟲那樣多 他們的樂錯無數 多如海邊的沙 基電到了 就聽見一人 將夢告訴同伴 說 我作了一夢 夢見一個大麥餅 滾入米甸營中 到了帳幕 將帳幕撞倒 帳幕 就翻轉傾覆了 那同伴說 這不是別的 乃自以色列人 約阿斯的兒子 基電的都 神已將米甸和全軍 都交在他的手中 基電聽見者夢和夢的講解 就敬拜神 回到以色列營中 說 起來吧 耶和華爾將米甸的軍隊 交在你們手中了 於是 基電將三百人分作三隊 法國和空瓶交在各人手裡 瓶內都藏著火把 吩咚他們說 你們要向我行事 我到了營的旁邊怎樣行 你們也要怎樣行 我和一切跟隨我的人吹角的時候 你們也要在營的四圍吹角 喊叫說 耶和華爾和基電的都 基電和跟隨他的一百人 在三更之初 才換更的時候 來到營旁 就吹角 打破手中的坪 三隊的人 就都吹角 打破坪子 左手拿著火把 右手拿著角 喊叫說 耶和華爾和基電的都 他們在營的四圍 各站各的地方 全營的人都亂喘 三百人立喊 使他們逃跑 三百人就吹角 耶和華爾和基電 使全營的人 用刀互相擊殺 逃到西尼拉的伯哈士他 即逃到靠近他巴的阿伯米荷拉 伊斯利人就從拿弗塔利 阿鐵 和馬拉西 全地聚集來 追趕米荷人 基電打法人 走遍以法蓮山地 說 你們下來攻擊米荷人 爭先把手約旦河的道口 直到白巴拉 抓住了米荷拉 抓住了米荷人的兩個首領 一名俄納 一名西伊伯 將俄納殺在俄納盤石上 將西伊伯殺在西伊伯走詐那裡 又追趕米荷人 將俄納和西伊伯的首級 大過約旦河 遍至伊伯 jewelry anest神 scripivan e 氣喇 哥都 tiếp有點痛苦 伊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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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 stat, навер ilolds aprendiz, 伊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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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于法蓮人对基電说ram aper Hank 我所行的 豈能給你們所行的呢? 以法連拾取剩下的葡萄 不強過亞比爾謝所扎的葡萄嗎? 神已將米電人的兩個首領 我勒和西衣白交在你們手中 我所行的 豈能給你們所行的呢? 基電說了者話 以法連人的怒氣就消了 基電和跟隨他的三百人 都約彈河過渡 雖然疲乏還是追趕? 基電對疏國人說 求你們拿餅來給跟隨我的人吃 因為他們疲乏了 我們追趕米電人的兩個王西巴和薩摩拿 疏國人的首領回答說 西巴和薩摩拿已經在你手裡 你使我們將頂給你的軍兵嗎? 基電說 耶和華將西巴和薩摩拿交在我手之後 我就用野地的經條和指擊打傷你們 基電從那裡上到秘魯伊勒 對那裡的人也是這樣說 秘魯伊勒人也與疏國人回答他的話一樣 他向秘魯伊勒人說 我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 我必拆毀者留 那時西巴和薩摩拿並跟隨他們的軍隊 都在家國約有一萬五千人就是東方人全軍所剩下的 已經被殺約有十二萬拿到的 基電又由羅巴和約比哈當邊 從住帳牌人的路上去 殺了米電人的軍兵 因為他們坦然無懼 西巴和薩摩拿逃跑 基電追趕他們 抓住米電的義王西巴和薩摩拿經散全軍 約阿斯的兒子基電 由希烈斯波從陣上回來 抓住疏國的一個少年人 問他疏國的首領長老是誰 他就將首領長老七十七個人的名字寫出來 基電到了疏國 對那裡的人說 你們從前基礁我說 西巴和薩摩拿已經在你手裡 你使我們將餅給跟隨你的疲乏人摩 現在西巴和薩摩拿在這裏 於是抓住那城內的長老 用惹地的經條和止擊扎打 原文作指教疏國人 又拆了秘魯伊勒的流 殺了那城裏的人 基電問西巴和薩摩拿說 你們在他薄山所殺的人是什麽樣式 回答說 他們好像你 各人都有王子的樣式 基電說 他們是我同母的弟兄 我只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你們從前若傳留他們的聖名 我如今就不殺你們了 於是對他的長子益貼說 你起來殺他們 但益貼因為是同子害怕 不敢拔刀 西巴和薩摩拿說 你自己起來殺我們吧 因為人如何 力量也是如何 基電就起來 殺了西巴和薩摩拿 奪獲他們 落陀項上大的月牙圈 以色列人對基電說 你基救我們 脫離米電人的手 願你和你的兒孫管理我們 基電說 我不管理你們 我的兒子也不管你們 唯有耶和華管理你們 基電又對他們說 我有一件事求你們 請你們各人 將所奪的耳環給我 原來仇的 事實馬利人 都是大金耳環的 他們說 我們情願給你 就鋪開一件外衣 各人將所奪的耳環 雕在其上 基電所要出來的金耳環 重一千七百寫客納金子 此外 還有米電王所戴的月環 以罪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並落陀項上的金鏈子 基電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忽德 設立在本城和弗拉 後來 以色列人拜那以忽德行了邪任 這就作了基電和他全家的網羅 這樣 米電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頭 基電還在的日子 國中太平四十年 約阿斯的兒子耶路巴力回去 住在自己家裡 基電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 因為他有許多的妻 他的妾 住在士劍 有一級他生了一個兒子 基電與他起名叫阿比米勒 約阿斯的兒子基電 年紀老賣而死 葬在阿比爾謝族的厄弗拉 在他父親約阿斯的墳墓裡 基電死後 以色列人又去隨從諸巴力行邪任 以巴力比利土為他們的神 以色列人不紀念耶和華他們的神 就是請救他們脫離四位仇敵之首的 也不照著耶路巴力就是基電 向他們所思的恩惠 口代他的家 歸記第九章 耶路巴力的兒子阿比米勒 到了士劍見他的眾無求 對他們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說 請你們問士劍的眾人說 是耶路巴力的眾子七十人都管理你們好呢 你們又要紀念我是你們的骨肉 他的眾無求便將這一切話 為他說給士劍人聽 士劍人的心就歸向阿比米勒 他們說他原是我們的弟兄 就從巴力比利土的妙中取了七十四客勒 零子給阿比米勒 阿比米勒用以故了些匪徒跟隨他 他往俄不拉到他父親的家 將他弟兄耶路巴力的眾子七十人都殺在一塊盆石上 此剩下耶路巴力的小兒子若坦 因為他躲藏了 士劍人和米勒人都一同聚集 往士劍像樹旁的柱子那裡 立阿比米勒為王 有人將這時告訴約坦 他就去站在基利森山頂上 向眾人大聲喊喬說 士劍人呀你們要聽我的話 有一時樹木要告一樹為王 管理他們就去對橄欖樹說 請你作我們的王 橄欖樹回答說 我豈肯指著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柔飄搖在眾樹之上喊 樹木對無花果樹說 請你來作我們的王 無花果樹回答說 我豈肯指著所結甜美的果子 飄搖在眾樹之上喊 樹木對葡萄樹說 請你來作我們的王 葡萄樹回答說 我豈肯指著使神和人喜樂的新酒 飄搖在眾樹之上喊 眾樹對荊棘說 請你來作我們的王 荊棘回答說 你們若成成實實的告我為王 就要投在我的任下 不然 怨火從驚激淚出來 消滅尼巴嫩的香柏樹 現在 你們立亞比米勒為王 若按誠實正直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 這就是囚他的路 從前 我父母死為你們爭戰 救了你們絕離米殿人的手 你們如今 起來攻擊我的父家 將他仲子七十人殺在一塊盆石上 又立他疲累所生的兒子 阿比米勒為使劍人的王 他原是你們的弟兄 你們如今 若按誠實正直 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家 就可因阿比米勒得歡樂 他也可因你們得歡樂 不然 怨火從阿比米勒發出 消滅使劍人和米羅眾人 由怨火從使劍人和米羅人中出來 消滅阿比米勒 若坦 因怕他弟兄阿比米勒 就逃跑 來到比爾 住在那裡 阿比米勒 管理以色列人三年 神使惡魔降在阿比米勒和使劍人中間 使劍人就以鬼詐待阿比米勒 這次要叫耶路巴力七十個兒子所受的殘害 歸與他們的哥哥阿比米勒 又叫那流他們血的罪歸與幫助他殺弟兄的使劍人 使劍人在山頂上切埋伏 等候阿比米勒 凡從他們那裡經過的人 他們就搶奪 有人將這事告訴阿比米勒 以別的兒子加勒和他的弟兄來到使劍 使劍人都信靠他 使劍人出城到田間去 摘下葡萄 踩走 徹擺然然 盡他們神的妙中吃喝 就作阿比米勒 以別的兒子加勒說 阿比米勒是誰 使劍是誰 使我們服侍他呢 他不是耶路巴歷的兒子嗎 他的幫手不是西布勒嗎 你們可以服侍 使劍的父親哈姆的後裔 我們為何服侍阿比米勒呢 為願者民歸我的手下 我就除掉阿比米勒 加勒 又對阿比米勒說 珍添你的軍兵出來吧 一載西布勒聽見以別的兒子加勒的話 就發勞 嘲嘲的打發人去見阿比米勒說 以別的兒子加勒和他弟兄盜了使劍 煽惑城中的民攻擊你 現在 你和跟隨你的人今夜起來 在田間埋伏 到早晨太陽一出 你就起來闖城 加勒和跟隨他的人出來攻擊你的時候 你便向他們見機而作 於是 阿比米勒和跟隨他的眾人夜間起來 分作四對 埋伏等候自見人 以別的兒子加勒出去 站在城門口 阿比米勒和跟隨他的人 從埋伏之處起來 加勒看見那些人 就對西布勒說 看啦 有人從山頂上下來了 西布勒說 你看見山的影子以為是人 加勒猶說 看啦 有人從高處下來 又有一對 從米樂離離 像樹的路上而來 西布勒對他說 你曾說 阿比米勒是誰 叫我們服侍他 你所誇的口在哪裏呢 這不是你所藐視的民嗎 你現在出去 與他們交戰吧 於是 他們住在士劍 此日 文出到田間 有人告訴阿比米勒 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對 埋伏在田間 看見士劍人從城裡出來 就起來擊殺他們 阿比米勒和跟隨他的一對 向前闖去 站在城門口 那兩隊直闖到田間 擊殺了眾人 阿比米勒整天攻打成 將成奪取 殺了其中的居民 將成拆毀 殺上了鹽 士劍流的人聽見了 就躲入巴力比利土廟的圍所 有人告訴阿比米勒說 士劍流的人都聚在一處 阿比米勒和跟隨他的人 就都上殺門山 阿比米勒手拿虎子 撼下一根樹枝 剛在堅上 對跟隨他的人說 你們看我所行的 也當講緊 照樣行 眾人就各坎一枝 跟隨阿比米勒 把樹枝堆在猥瑣的四圍 放火燒了猥瑣 以致自劍流的人都死了 男女若有一千 阿比米勒到提備斯 向提備斯安迎 就攻取了那城 城中有一座堅固的樓 城裡的眾人 無論男女都逃進樓去 關上門 上了樓頂 阿比米勒到了樓前攻打 埃近樓門 要用火焚燒 有一個婦人 擺一塊上磨石 拋在阿比米勒的頭上 打破了他的腦骨 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 對他說 拔出你的刀來 殺了我吧 免得人議論我說 他為一個婦人所殺 於是 少年人把他刺透 他就死了 以致連人見阿比米勒死了 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這樣 神報應阿比米勒向他父親所行的惡 就是 殺了弟兄七十個人的惡 事件人的一切惡 神也都報應在他們頭上 耶路巴力的兒子 若坦的就座 歸到他們身上了 自私記第十章 阿比米勒以後 有以撒加人多多的孫子 普雅的兒子 陀拉興起 拯救以色列人 他住在以法蓮山地的沙脈 陀拉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三年 便死了 葬在沙脈 在他以後 有激烈人 艾爾興起 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二年 他有三十個兒子 騎著三十匹奴驅 他們有三十座成一 叫作哈窩特艾爾 直到如今 都市在激烈地 艾爾死了 便葬在家門 以色列人有行 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士 去侍奉朱巴力 和阿斯塔錄 並阿蘭的神 西頓的神 摩亞的神 阿門人的神 菲利士人的神 利器耶和華 不侍奉他 耶和華的怒氣 向以色列人發作 就把他們 交在菲利士人 和阿門人的手中 從那年起 他們妖害 希亞 約旦河那邊 住阿摩利人之激烈地的 以色列人 共有十八年 阿門人 又到過約旦河 去攻打猶大 和變雅敏 並以發連續 以色列人 就甚覺困擺 以色列人 哀求耶和華 說 我們得罪了你 因為離棄了我們神 去侍奉朱巴力 耶和華對以色列人說 我豈沒有救過你們 脫離埃及人 阿摩利人 阿門人 和菲利士人摩 西頓人 阿馬力人 馬雲人 也都欺壓你們 你們哀求我 我也拯救你們 脫離他們的手 你們竟離棄我 是奉別神 所以 我不再救你們了 你們去哀求 所選擇的神 你們遭遇急難的時候 讓他救你們吧 以色列人 對耶和華說 我們犯罪了 任憑你隨意待我們吧 只求你今天拯救我們 以色列人 就除掉他們中間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華 耶和華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難 就心中擔憂 當時 阿門人聚責 安迎在基烈 以色列人也聚責 安迎在米斯巴 基烈的民和眾首領 彼此相以說 誰能先去攻打阿門人 誰必作基烈一切居民的領袖 古斯記第十一章 基烈人耶和華是個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兒子 耶和華是基烈所生的 基烈的妻也生了幾個兒子 他妻所生的兒子長大了 就講俗耶和華說 你不可在我們父家承受產業 因為你是妓女的兒子 耶和華就逃避他的弟兄 去住在陀伯地 有些匪徒到他那裡聚責 與他一同出入 過了些日子 阿門人攻打以色列 阿門人攻打以色列的時候 基烈的長老到陀伯地去 要叫耶和華回來 對耶和華說 請你來作我們的縣稅 我們好與阿門人爭戰 耶和華回答基烈的長老說 從前你們不是恨我 講俗我出來扶家嗎 現在你們遭遇急難 為何到我這裏來呢 基烈的長老回答耶不他說 現在我們到你這裏來 是要你和我們去 與阿門人爭戰 你可以作基烈一切居民的領袖 耶不他對基烈的長老說 你們叫我回去 與阿門人爭戰 耶和華把他交給我 我可以作你們的領袖嗎 基烈的長老回答耶不他說 有耶和華在你我中間作見證 我們必定照你的話行 於是耶不他和基烈的長老回去 百姓就立耶不他作領袖作完歲 耶不他在米枝巴把自己的一切話 陳明在耶和華面前 耶不他打發事者去見阿門人的王說 你與我有什麼相關 竟來到我國中攻打我呢 阿門人的王回答耶不他的事者說 因為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的時候 佔據我的地 從阿嫩河到瓦伯河直到約旦河 現在你要好好的將這地歸還吧 耶不他又打發事者去見阿門人的王 對他說 耶不他如此說 以色列人定沒有佔據摩額地 或阿門人的地 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 乃是經過曠野到紅海 來到加低斯 就打發事者去見以東王說 求你用我從你的地經過 以東王卻不應找 又照樣打發事者去見摩額王 他也不運準 以色列人就住在加低斯 他們又經過曠野 曉著以東和摩額地 從摩額地的東邊過來 在阿嫩河邊安盈 並沒有入摩額的境內 因為阿嫩河是摩額的邊界 以色列人打發事者去見阿摩利王西弘 就是欺實本的王 對他說 求你用我們從你的地經過 往我們自己的地方去 西弘卻不信服以色列人 不容他們經過他的境界 乃招聚他的眾民 在瓦札安盈 與以色列人爭戰 耶和說以色列的神 將西弘和他的眾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就擊殺他們 得了阿摩利人的存地 從阿嫩河到瓦博河 從曠野直到約旦河 耶和說以色列的神 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 講出阿摩利人 你竟要得他們的地嗎 你的神 基末所賜你的地 你不自得為業嗎 耶和說我們的神 在我們面前 所講出的人 我們就得他的地 難道你被摩額王西伯的兒子巴勒還強嗎 他曾與以色列人爭敬 或是與他們爭戰嗎 以色列人住希實本 和屬希實本的鄉村 阿羅爾和屬阿羅爾的鄉村 並緣阿嫩河的一切成一 已經有三百年了 在這三百年之內 你們為什麼沒有取回這些地方呢 原來我沒有得罪你 你卻攻打我 惡待我 願審判人的耶和說 今日 在以色列人和阿門人中間 判斷是非 但阿門人的王 不肯聽耶不他打法人說的話 耶和說的靈 降在耶不他身上 他就經過基列和馬拿西 來到基列的米斯巴 又從米斯巴來到阿門人那裡 也不他就向耶和話許願說 你若將阿門人交在我手中 我從阿門人那裡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 無論什麼人 先從我家門出來迎接我 就必歸你 我也必將他獻上為凡濟 於是耶不他往阿門人那裡去 與他們爭戰 耶和話將他們交在他手中 他就大大殺大他們 從阿羅爾到米歷 直到亞比勒基拉明 攻取了二十座城 這樣阿門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耶不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 不料他女兒拿著鼓跳舞出來迎接他 是他獨生的 此外無兒無女 耶不他看見他就撕裂衣服說 愛在我的女兒 你使我甚是仇苦 叫我作難了 因為我已經向耶和話開口許願 不能挽回 他女兒回答說 父啊 你既向耶和話開口 就當照你口中所說的向我行 因耶和話已經在仇的阿門人身上為你報仇 又對父親說 有一件事求你穩準 用我去兩個月 與同伴在山上 好哀哭 我終為處女 耶不他說 你去罷 就用他去兩個月 他便和同伴去了 在山上 為他終為處女哀哭 兩月已滿 他回到父親那裡 父親就照所許的願向他行了 女兒終身沒有親近男子 此後 以色列中有個規矩 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為基列人耶不他的女兒哀哭四天 自詩記第十二章 以法連人聚集到了北方 對耶不他說 你去與阿門人爭戰 為什麽沒有招我們同去呢 我們必用火燒你和你的房屋 耶不他對他們說 我和我的民與阿門人大大爭戰 我招你們來 你們竟沒有來救我 脫離他們的手 我見你們不來救我 我就拼命前去 攻的阿門人 耶和說 將他們交在我手中 你們今天為什麽上我借女來攻打我呢 於是 耶不他招聚基列人 與以法連人爭戰 基列人擊殺以法連人 因他們說 你們基列人在以法連馬拿西中間 不過是以法連逃亡的人 基列人把手約彈河的道口 不容以法連人過去 以法連逃走的人弱說 用我過去 基列人就問他說 你是以法連人不是 他弱說 不是 就對他說 你說 是破裂 以法連人因爲咬不爭而陰 便說 西破裂 基列人就將他拿住 搭在約彈河的道口 那時 以法連人被殺的 有四萬二千人 耶不他 作以色列的事師六年 基列人耶不他死了 葬在基列的一座城裡 耶不他以後 有百利行人 以比讚 作以色列的事師 他有三十個兒子 三十個女兒 女兒都嫁出去了 他給眾子 從外鄉 取了三十個識府 他作以色列的事師七年 以比讚死了 葬在百利行 以比讚之後 有西布倫人以倫 作以色列的事師十年 西布倫人以倫死了 葬在西布倫地的阿雅倫 以倫之後 有比拉頓人 希列的兒子 押頓 作以色列的事師 他有四十個兒子 三十個孫子 騎著七十匹奴區 押頓 作以色列的事師百年 比拉頓人 希列的兒子 押頓 死了 葬在 以法連地的 比拉頓 在亞馬力人 的山地 以色列人 有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事 耶和華 將他們交在 非理事人手中 四十年 那時 有一個所拉人 是屬彈族的 名叫馬羅亞 他的妻不懷孕 不生育 耶和華的事者 向那婦人顯然 對他說 向來 你不懷孕 不生育 如今 你必懷孕 生一個兒子 所以 你當謹慎 清酒 龍酒 都不可學 一切不潔之物 也不可吃 你必懷孕 生一個兒子 不可用剃頭刀 剃他的頭 因為 這孩子一出胎 就歸神 作拿肺於人 他必起手 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非理事人的手 婦人 回饋對丈夫 說 有一個神人 到我面前來 他的相貌 如神仕者 的相貌 甚至可謂 我沒有問他 從那裡來 他也沒有 將他的命 告訴我 他對我說 你要懷孕 生一個兒子 所以 清酒 龍酒 都不可學 一切不潔之物 也不可吃 因為 這孩子 從出胎 一直到死 必歸神 作拿肺於人 瑪羅雅 就祈求耶和話說 主啊 求你 再猜遣那神人 到我們 這女來 好指教 我們怎樣 待這 將要生的孩子 神英雲 瑪羅雅的話 婦人正坐在 田間的時候 神的使者 又到他那裡 他丈夫 瑪羅雅 卻沒有 同他在一處 婦人 急忙跑去 告訴丈夫 說 那日到我面前來的人 又向我顯然 瑪羅雅起來 跟隨他的妻 來到那人面前 對她說 與這婦人說話的 就是你嗎 她說 是我 馬羅雅說 願你都說 應嚴 我們當怎樣 代謝孩子 她後來 當怎樣 耶和話的使者 對馬羅雅說 我告訴婦人的一切事 她都當謹慎 葡萄樹所結的 都不可吃 清酒 龍酒 都不可喝 一切不結之物 也不可吃 凡我所吩咐的 她都當遵守 馬羅雅對耶和話的使者說 求你用我們款留你 好為你預備一隻山羊糕 耶和話的使者 對馬羅雅說 你雖然款留我 我卻不吃你的食物 你若預備繁製 就當獻與耶和話 原來 馬羅雅不知道 她是耶和話的使者 馬羅雅對耶和話的使者說 請將你的命告訴我 到你說應驗的時候 我們好尊敬你 耶和話的使者對她說 你何必問我的命 我命是奇妙的 馬羅雅將一隻山羊糕和素製 在盤石上獻與耶和話 使者行奇妙的事 馬羅雅和他的妻觀看 見火焰從壇上往上升 耶和話的使者 在壇上的火焰中 又升上去了 馬羅雅和他的妻看見 就俯伏於地 耶和話的使者 不再向馬羅雅和他的妻顯然 馬羅雅才知道 他是耶和話的使者 馬羅雅對他的妻說 我們必要死 因為看見了神 他的妻 卻對他說 耶和話 若要殺我們 必不從我們手裏 收納繁製和素製 並不將這一切事指示我們 今日也不將這些話告訴我們 後來 婦人生了一個兒子 給他起名叫參孫 孩子長大 耶和話賜福與他 在馬哈尼旦 又是索拉 和爾什圖中間 耶和話的靈 才感動他 第二詩記第十四章 參孫下到亭拿 在那裡 看見一個女子 是非你是人的女兒 參孫上來稟告他父母說 我在亭拿 看見一個女子 是非你是人的女兒 願你們給我取來為妻 他父母說 在你弟兄的女兒中 或在本國的民中 豈沒有一個女子 何至你去在未受國禮的 非利士人中 除妻呢 參孫對他父親說 願你給我取那女子 因我喜悅他 他的父母 他不知道這事 是出於耶和話 因為他找機會攻擊非利士人 那時 非利士人核濟以色列人 參孫跟他父母下亭拿去 到了亭拿的葡萄園 見有一隻 少葬獅子向他敲叫 耶和話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他雖然手無氣骸 卻將獅子撕裂 如同撕裂山羊膏一樣 他行這事 並沒有告訴父母 參孫下去與女子說話 就喜悅他 過了些日子 再下去要取那女子 轉向道旁 要看死屍 見有一群風子和物 在死屍之內 就用手取物 且吃且走 到了父母那裡 吸哈父母 他們也吃了 此事 沒有告訴這物 自從死屍之內 取來的 他父親下去 見女子 參孫 在那裡 切擺言直 因為向來少年人都有這個規矩 眾人看見參孫 就請了三十個人陪伴他 參孫對他們說 我給你們出一個謎語 你們在七日延宴之內 若能猜出意思告訴我 我就給你們三十件女衣 三十套以上 你們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訴我 你們就給我三十件女衣 三十套以上 他們說 請將謎語說給我們聽 參孫對他們說 吃的從吃者出來 甜的從強者出來 他們三日不能猜出謎語的意思 到第七天 他們對參孫的妻說 你康控你丈夫 探出謎語的意思告訴我們 免得我們用火燒你和你父家 你們請了我們來 只要奪我們所有的魔 參孫的妻 在丈夫面前提哭說 你是恨我 不是愛我 你給我本國的人出謎語 卻沒有張義詩告訴我 參孫回答說 連我父母 我都沒有告訴 豈可告訴你呢 七日延宴之內 他在丈夫面前提哭 到第七天 迫著他 他才將謎語的意思告訴他妻 他妻 他妻就告訴本國的人 到第七天 日頭未落以前 那城裡的人對參孫說 有什麼比蜜還甜呢 有什麼比獅子還強呢 參孫對他們說 你們若非用我的無牛毒奸地 就猜不出我謎語的意思來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他就下到阿特基倫擊殺了三十個人 奪了他們的衣償 將衣償吸了猜出謎語的人 參孫白露 就上父家去了 參孫的妻便歸了參孫的陪伴 就是作過他朋友的 第十五章 過了些日子 到國蜜子的時候 參孫帶著一隻山羊膏去看他的妻 說 我要進內室見我的妻 他樂苦不容他進去 說 我估定你是極其恨他 因此 我將他吸了你的陪伴 他的梅子不是給他還美麗嗎 你可以取來代替他吧 參孫說 這回我加害於非利是人不算有罪 於是參孫去捉了三百隻狐狸 或作野狗 將狐狸尾巴一對一對的捆上 將火把捆在兩條尾巴中間 點著火把 就放狐狸進入非利是人 站著的和價 將堆集的和菌 和味覺的和價 並橄欖圓盡都燒了 非利是人說 這是誰作的呢 有人說 是亭拿人的女婿參孫 因為他惡婦將他的妻 吸了他的陪伴 於是 非利是人上去 用火燒了婦人和他的父親 參孫對非利是人說 你們既然這樣行 我必向你們報仇 才肯罷休 參孫就大大擊殺他們 連腿大腰都坎脫了 他便下去 住在以坦盆的月來 非利是人上去 安迎在猶大 布傘在利欺 猶大人說 你們為何 上來攻擊我們呢 他們說 我們上來 是要捆綁參孫 他向我們怎樣行 我們也要向他怎樣行 於是 有三千猶大人 下到以坦盆的月來 對參孫說 非利是人核制我們 你不知道嗎 你向我們行的是什麼事呢 他回答說 他們向我怎樣行 我也要向他們怎樣行 猶大人對他說 我們下來 是要捆綁你 將你交在非利是人手中 參孫說 你們要向我起誓 答應你們自己不害死我 他們說 我們斷不殺你 只要將你捆綁交在非利是人手中 於是用兩條新城捆綁參孫 將他從以坦盆帶上去 參孫到了利欺 非利是人都盈著喧揚 耶和華的令大大感動參孫 他地上的城就像火燒的馬一樣 他的綁城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他見一塊未乾的爐塞骨 就伸手拾起來容易擊殺一千人 參孫說 我用爐塞骨殺人成對 用爐塞骨殺了一千人 輸完這話 就把那塞骨從手裡拋出去了 那地便叫拉沒利欺 參孫甚覺口學 就求告耶和華說 你既直伏人的手施行這麽大的拯救 豈可任我學死 落在未受國禮的人手中 神就使利欺的瓜柱裂開 有水從其中湧出來 參孫學了精神復原 因此 那傳名叫忍哈過來 那傳直到今日還在利欺 當非利時人核製以色列人的時候 參孫作以色列的時事二十年 以斯記第十六章 參孫到了加薩 在那裡 看見一個妓女 就與他親近 有人告訴加薩人說 參孫到這女來了 他們就把他團團圍住 中夜在城門 照照埋伏 說 等到天亮 我們便殺他 參孫睡到半夜 起來 將城門的門線 門腔 門山 一起擦下來 剛在肩上 剛到西伯倫前的山頂上 後來參孫在梳裂谷 喜愛一個婦人 名叫大尼拉 非利時人的首領 想去見那婦人 對她說 求你康控參孫 探探她 因何有這麽大的力氣 我們用何法能勝她 捆綁核製她 我們便每人給你一千一百 寫下了錢錢 大尼拉對參孫說 求你告訴我 你因何有這麽大的力氣 當用何法捆綁克制你 參孫回答說 人若用七條未剛的青繩子捆綁我 我就軟弱像別人一樣 於是非利時人的首領拿了七條未剛的青繩子來 交給婦人 她就用繩子捆綁參孫 有人預先埋伏在婦人的內室裡 婦人說 參孫呀 非利時人 那你來了 參孫 就爭斷繩子 與爭斷驚火的麻箭一般 這樣 她力氣的根由 人還是不知道 大尼拉對參孫說 你欺控我 向我說謊言 現在 求你告訴我 當用何法捆綁你 參孫回答說 人若用沒有洗過的身成捆綁我 我就軟弱像別人一樣 大尼拉就用身成捆綁她 對她說 參孫呀 非利時人拿你來了 有人預先埋伏在內室裡 參孫將地上的城爭斷了 如爭斷一條線一樣 大尼拉對參孫說 你到如今 還是欺控我 向我說謊言 求你告訴我 當用何法捆綁你 參孫回答說 你若將我頭上的七條髮柳 與偽線同跡就可以了 於是大尼拉 將她的髮柳與偽線同跡 用缺子釘著 對她說 參孫呀 非利時人拿你來了 參孫從瑞中醒來 將機上的缺子和偽線 一起都拔出來了 大尼拉對參孫說 你既不與我同心 怎麽說你愛我呢 你這三次欺控我 沒有告訴我 你因何有這麽大的力氣 大尼拉天天用話催逼她 甚至她心裡煩悶要死 參孫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訴了她 對她說 向來 人沒有用剃頭刀剃我的頭 因為我自出母胎 就歸神作拿世以人 若剃了我的頭髮 我的力氣就離開我 我變軟弱像別人一樣 大尼拉見她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訴了她 就打發人到非利時人的首領那裡 對她們說 她已經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訴了我 請你們再上來一次 於是非利時人的首領手裡拿著銀子 上到婦人那裡 大尼拉只參孫 她的室睡覺 叫了一個人來 剃除她頭上的七條髮柳 於是 大尼拉克制她 她的力氣就離開她了 大尼拉說 參孫呀 非利時人拿你來了 參孫從睡中醒來 心裡說 我要將前幾次出去活動身體 她卻不知道 要我說已經離開她了 非利時人將她拿著 管了她的眼睛 帶她下到家宅 用銅鏈驅殺她 她就在監裏推磨 然而她的頭髮避締之後 又漸漸長起來了 非利時人的首領聚集 要給她們的神大滾 獻大祭 並且歡樂 因為她們說 我們的神將我們的仇敵參孫 交在我們手中了 眾人看見參孫 就讚美她們的神說 我們的神將毀壞我們地 殺害我們許多人的仇敵 交在我們手中了 她們正宴落的時候 就說 叫參孫來 在我們面前 棄灑棄灑 於是 將參孫從監裏提出來 她就在眾人面前棄灑 她們使她 站在兩柱中間 參孫向拉他手的童子說 求你讓我摸著托房的柱子 我要靠一靠 那時房內充滿男女 非利時人的眾首領也都在那裡 房的亭頂上 約有三千男女 觀看參孫棄灑 參孫求高耶和華說 主耶和華求你眷念我 神啊求你賜我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非利時人身上 報那碗我雙眼的仇 參孫就抱著托房的那兩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 說 我情願與非利時人同死 就盡力屈身 防止倒塌 壓住首領和房內的眾人 這樣參孫死時所殺的人 比活著所殺的還多 參孫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 都下去取他的屍首 抬上來 葬在所拉和以實圖中間 在他父馬羅亞的墳墓裡 參孫作以色列的時事二十年 第二詩記 第十七章 以法蓮山地有一個人名叫米家 他對母親說 你拿一千一百四額垃銀子 被仁拿去 你因此就坐 並且告訴了我 看那 這銀子在我這裏 使我拿去一點 他母親說 我矮呀 願噎和四伏如你 米家 就把子一千一百四額垃銀子 還他母親 他母親說 我分出這銀子來,為你獻給耶和華,好雕刻一個帳,鑄成一個帳,現在我還字交給你,米家將銀子還他母親,他母親將二百寫下了銀子,交給銀帳,雕刻一個帳,鑄成一個帳,安置在米家的屋內, 這米家有了神堂,有製造已忽得,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個兒子作祭司,那時以斯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猶大百利行,有一個少年人,是猶大族的利味人,他在那裡寄居, 這人離開猶大百利行城,要找一個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時候,到了以法連山地,走到米家的家,米家問他說,你從那裡來,他回答說,從猶大百利行來,我是利味人,要找一個可住的地方, 米家說,你可以住在我這裡,我以你為父為祭司,我每年給你十四銀子,一套衣服,和道日的食物, 利味人就進了他的家,利味人情願與那人同住,那人看這少年人如自己的兒子一樣, 米家分派這少年的利味人作祭司,他就住在米家的家裡,米家說,現在我知道耶和華必賜福與我,因我有一個利味人作祭司, 祭司記第十八章,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沉地居住,因為到那日子,他們還沒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為業, 但人從索拉和以色圖,打發本族中的五個勇士,去仔細窺探那地,吩咐他們說,你們去窺探那地,他們來到以法蓮山地,進了米家的住宅,就在那裡住宿。 他們臨近米家的住宅,聽出那少年利味人的口音來,就進去問他說, 誰領你到這女來,你在這女作什麼?你在這女得什麼?他回答說,米家代我如此如此,請我作祭司。 他們對他說,請你求問神,使我們知道所行的道路,通達不通達。 祭司對他們說,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們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華面前的。 五人就走了,來到拉契,見那裡的民安居無類,如同西頓人安居一樣,在那地,沒有人掌權擾亂他們。 他們離西頓人也遠,與別人沒有來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色圖見他們的弟兄。 弟兄問他們說,你們有什麼話?他們回答說,起來,我們想去攻擊他們吧。 我們已經規探那地,見那地甚好,你們為何靜坐不動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為業,不可遲言。 你們到了那裡,必看見安居無類的民,地也歡闊。 神已將那地交在你們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無所決。 於時,彈族中的六百人,各大兵器,從索拉和以色圖前往,上到猶大的基烈耶林,在基烈耶林後邊安盈。 因此,那地方名叫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們從那裡往以色連山地去,來到米家的住宅。 從前,從前,規探那億地的五個人,對他們的弟兄說,這索子裡有意不得,和家中的神像,並雕刻的像,與駐城的像,你們知道嗎?現在,你們要想一想,當怎樣行。 五人就進入米家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美人的房內,問他好。 那六百人,各大兵器,站在門口,規探地的五個人,走進去,將雕刻的像,已不得,家中的神像,並駐城的像,都拿了去。 祭司和大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門口,那五個人進入米家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已不得,家中的神像,並駐城的像。 祭司就問他們說,你們作什麼呢?他們回答說,不要作聲,用手捂口,跟我們去吧,我們必以你為父,為祭司。 你作一家的祭司好呢?還是,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祭司心裡喜悅,便拿著已不得,和家中的神像,並雕刻的像,進入他們中間。 他們就轉身離開那裡,妻子、兒女、生畜、財物都在前頭,離米家的住宅已遠,米家的近輪都聚集來,追趕達人。呼叫達人,達人回頭問米家說,你聚集者許多人來作什麼呢? 米家說,你們將我所作的神像和祭司都大了去,我還有所成的嗎?怎麼還問我說,作什麼呢? 但人對米家說,你不要使我們聽見你的聲音,恐怕有聖部的人攻擊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盡到喪命。 但人還是走他們的路,米家見他們的勢力給自己強盡,便轉身回家去了。 但人將米家所作的神像和祭司都大度拉益,見安居無類的文,又用刀殺了那文,又放火燒了那城。 並無人搭救,因為離西頓遠,他們又與別人沒有來往。 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百利俠,但人又在那裏修成居住。 照著他們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給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益。 但人就為自己設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孫子,格順的兒子約那丹,和他的子孫作但之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老略的日子。 神的殿在士羅多小日子,但人為自己設立米家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小日子。 神的殿在士羅多小日子。 《記者祭》第十九章 《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有住以法聯山地那邊的一個利美人,娶了一個由大伯利行的女子為撤,撤恨人離開丈夫,回由大伯利行到了扶家,在那裡住了四個月。 他丈夫起來,帶著一個伯人兩匹爐去見他,用好話勸他回來。女子就引丈夫進入父家,他父見了那人便歡歡喜喜的迎接。 那人的樂父,就是女子的父親,將那人留下住了三天。於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你未人清早起來要走。女子的父親對女婿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然後可以行路。 於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親對那人說,請你再住一夜,暢快你的心。那人起來要走。他樂父,強留他。他又住了一宿。到第五天,他清早起來要走。 女子的父親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等到日頭偏西再走。於是,二人一同吃飯。那人和他的妾,和伯人起來要走。他樂父,就是女子的父親對他說。 好那,日頭偏西了,請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這裏住宿,暢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 那人不願再住一夜,就避上那兩匹爐,帶著妾,起身走了。來到耶布斯的對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臨近耶布斯的時候,日頭快要落了。 伯人對主人說,我們不如進這耶布斯人的城裡住宿。主人回答說,我們不可進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過到基比亞去。 又對付人說,我們可以到一個地方,說住在基比亞,說住在拉馬。他們就往前走。將到變雅敏的基比亞,日頭已經落了。 他們進入基比亞,要在那裡住宿,就在在城裡的街上,因為無人接他們進家住宿。 晚上,有一個老年人,從田間作供回來。他原始以色列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亞,那地方的人,卻是變雅敏人。老年人舉目看見客人,在在城裡的街上,就問他說,你從那裡來,要往那裡去。 他回答說,我們從猶大百利行來,要往以色列山地那邊去。我原始那裡的人,到過猶大百利行。現在,我往耶和華的殿去。在這裡,無人接我進他的家。 其實,我有糧草,可以慰勞。我與我的切,並我的伯仁,有餅,有酒,並不缺少什麼。老年人說,願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給你。 指示,不可在街上,過夜。於是,領他們到家裡,餵上爐,他們就洗腳,吃喝。 他們心裡正歡唱的時候,城中的匪徒,圍住房子,連連叩門。對房主老人說,你把那盡你家的人帶出來,我們要與他交合。 那房主出來對他們說,弟兄們啊,不要這樣作惡。這人既然盡了我的家,你們就不要行這醜事。 我有個女兒,還是處女?定有這人的妾,我將他們領出來,任憑你們,惰欲他們。指示,向這人不可行這樣的醜事。 那人卻不聽從他的話,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給他們。他們便與他交合。 中夜凌辱他,直到天的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時候,婦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門前,就付賭在地,直到天亮。 早晨,他的主人起來,開了房門,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婦人附到在房門前,兩手搭在門檻上,就對婦人說,起來,我們走吧。 婦人卻不回答,那人便將他,附在路上,起身回本處去了。 到了家女,用刀將妾的絲身,切成十二塊。指人,拿著傳送以色列的四景。 凡看見的人都說,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這樣的事沒有行過,也沒有見過。現在應當思想,大家相以當怎樣辦理。 二師記第二十章 於是,以色列從旦到別士巴,以及住激烈地的眾人都出來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華面前。 以色列民的首領,就是各支派的軍長,都站在神百姓的會中,拿著的步兵,共有四十萬。 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民人都聽見了。以色列人說,請你將這件惡事的情由對我們說明。 那利美人,就是被害之婦人的丈夫。回答說,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民的基比亞住宿。 基比亞人,夜間起來,為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殺我。又將我的妾,強姦致死。我就把我妾的絲身,切成筷子。 此人拿著傳送以色列得為業的存地。因為基比亞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兇淫醜惡的事。 你們以色列人,都當囚惑相矣。眾民都喜來如同一人,說,我們連一人都不回自己帳牌,自己房屋去。 我們向基比亞人,必這樣行,照所制的籤去攻擊他們。我們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一百人挑取十人,一千人挑取八人,一萬人挑取千人為民運糧。 等大眾到了比亞民的基比亞,就照基比亞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醜詞,精伐他們。 於是,以色列眾人彼此聯合如同一人,聚集攻擊那城。以色列眾支派打發人去。問比亞民支派的國家說,你們中間怎麼作了這樣的惡事呢? 現在,你們要將基比亞的那隻匪徒交出來。我們好自死他們。從以色列中除掉這惡。 比亞民人卻不肯聽從他們的弟兄以色列人的話。 比亞民人從他們的各城裡出來,聚集到了基比亞,要與以色列人打仗。 那時,比亞民人從各城裡點出拿刀的,共有二萬六千。另外,還有基比亞人點出七百精釘。在眾軍中有簡選的七百精釘,都是左手便離的,能用基緣垃石打仁,毫發不差。 比亞民人之外,點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四十萬。都是戰時。 以色列人就起來,到伯特利去求問神,說,我們中間誰當首先上去,與比亞民人爭戰呢? 耶和話說,猶大當先上去。以色列人早晨起來,對著基比亞安迎。以色列人出來,要與比亞民人打仗,就在基比亞前擺陣。 比亞民人就從基比亞出來,當日,搭死以色列人二萬二千。以色列人彼此奮勇,仍在頭一日擺陣的地方,又擺陣。未擺陣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話面前哭號直到晚上,求問耶和話說,我們再去,與我們弟兄比亞民人打仗,可以不可以。 耶和話說,可以上去攻擊他們。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擊彼雅民人。彼雅民人也在這日,從基比亞出來,與以色列人接戰,又殺死他們一萬八千。都是拿刀的。以色列眾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話面前哭號,當日,今時直到晚上。 又在耶和話面前,見繁祭和平安祭。那時,神的約貴在那裡。阿倫的孫子,伊利亞薩的兒子,菲尼哈,自立在約貴前。以色列人問耶和話說,我們當再出去,與我們弟兄比亞民人打仗呢?還是霸兵呢? 耶和話說,你們當上去,因為明日我必將他們交在你們手中。 以色列人在基比亞的四圍,撤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擊彼雅民人。在基比亞前擺陣,與前兩次一樣。 彼雅民人也出來迎敵,就被引誘離城,在田間兩條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亞。 將前兩次,動手殺死以色列人,約有三十個。 彼雅民人說,他們認救敗在我們面前。但以色列人說,我們不如逃跑,引誘他們離開城,到路上來。以色列眾人都起來,在巴力他馬擺陣。 以色列的伏兵,從瑪利加巴埋伏的地方衝上前去。有以色列人中的一萬正兵,來到基比亞前接戰,世派甚至兇猛。 彼雅民人卻不知道災禍臨近了。耶和華使以色列人發敗彼雅民人。那日以色列人發死彼雅民人二萬五千一百,都是拿到的。於是彼雅民人知道自己敗了。 先是以色列人,因為靠著在基比亞前所設的伏兵,就在彼雅民人面前炸敗。伏兵急忙闖進基比亞,用刀殺死全城的人。 以色列人預先和伏兵約定在城內放火,以煙氣上騰為號。以色列人臨退陣的時候,彼雅民人動手殺死以色列人約有三十個。 就說:「他們形象前次被我們殺敗了。當煙氣如柱從城中上騰的時候,便雅民人回頭觀看,見全城的煙氣衝天。 以色列人又轉身回來,便雅民人就甚驚惊,因為漢劍災禍臨到自己了。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轉身往曠野逃跑。 以色列人從各城裡出來的,也都夾攻殺滅他們。以色列人圍繞便雅民人,追趕他們,在他們挾腳之處,對著日出之地的基比亞,踐踏他們。 便雅民人死了的,有一萬八千,都是勇士。其餘的人轉身向曠野逃跑,往臨門盤去。 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殺了他們五千人,與十取為水一樣,直到基頓又殺了他們二千人。 那日,便雅民死了的,共有二萬五千人,都是拿刀的勇士。 只剩下六百人,轉身向曠野逃跑,到了臨門盤,又在那裡住了四個月。 以色列人又轉到便雅民地,將各城的人和爭促,並一切所預見的,都用刀殺盡,又放火,燒了一切成入。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說,我們都不將女兒,吸遍雅民人為妻。 以色列人來到伯德利,再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聲同哭,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為何以色列中有這樣缺了一支派的事呢?」 每天清早,百姓起來,在那裡足了一座壇,獻繁祭和平安祭。 以色列人彼此問說:「以色列各支派中,誰沒有同會中,想到耶和華面前來呢?」 先是以色列人起過大細說:「凡不想米斯巴到耶和華面前來的,必將他自死。」 以色列人為他們的弟兄,便雅民後悔,說:「如今以色列中絕了一個支派了。」 我們既在耶和華面前起誓說:「必不將我們的女兒,吸遍雅民人為妻。」 現在,我們當怎樣辦理,使他們剩下的人有妻呢?」 又彼此問說:「以色列支派中,誰沒有上米斯巴到耶和華面前來呢?」 他們就查出基列雅比沒有一人進行都會中那裡。 因為百姓被數的時候,沒有一個基列雅比人在那裡。 回眾就打發一萬二千大勇士,吩咐他們說:「你們去用刀,將基列雅比人連婦女帶孩子都擊殺了。」 所當行的就是這樣,要將一切男子和以嫁的女子進行殺戮。 他們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見了四百個未嫁的婦女,就帶到加蘭比的士羅刑女。 傳媒眾打發人到臨門盤的辯雅民人那女,向他們說和睦的話。 當時辯雅民人回來了,以色列人就把所傳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給他們為妻。 還事不救,百姓為辯雅民人後悔。 因為耶和華,使以色列人缺了一個支牌。 原文作:「使以色列中有了破口。」 匯中的蔣老說:「辯雅民中的女子既然除滅了,我們當怎樣辦理?」 指那儀聖的人有妻呢? 又說:「辯雅民逃脫的人當有地業,免得以色列中逃沒了一個支牌。 此事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女兒給他們為妻。 因為以色列人曾起誓說:「有將女兒給辯雅民人為妻的,必受就助。」 他們又說:「在利波納以南,百特利以北,在士劍大路以東的士羅,連連有耶和華的節旗。」 就吩咐辯雅民人說:「你們去,在葡萄園中埋伏,要看見士羅的女子出來跳舞。 就從葡萄園出來,在士羅的女子中各搶一個為妻。回辯雅民地去。」 他們的父親,或是弟兄,若來與我們爭敬。 我們就說:「求你們看我們的情面,只因給這些人。 因我們在爭絕的時候,沒有給他們留下女子為妻。 這也不是你們將女子給他們的,若是你們給的,就算有罪。」 於是,便雅民人照樣而行,按著他們的數目,從跳舞的女子中搶去為妻。 就回自己的地業去,又重修成一居住。 當時以色列人離開那裡,各歸本之派、本宗族、本地業去了。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好… 難道,我不是為止,要能讓你拿來擦。 而是,我不能爭取得到。 如果我入了只是口罩,等他再濕、一步會以來擦。 因為我另一個人吃飯吃。 我們也去避充其吃飯。 彼此和它堆著,買了這個日子的東西是否認識, 他們要找得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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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